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加入到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刻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我们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是想要在 你的社区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这混乱的时代当中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 现在绝大多数我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国外 以色列 乌克兰 台湾 南韩 我可以完全了解 因为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对于国际的权力板块分布 未来对我们的生活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的领导人在乎的东西 常常是错误的 因为每个国家 在这几场战争当中 都有不同的厉害关系在里面 哈马斯希望杀光犹太人 以色列想要消灭哈马斯的政权 中国跟俄罗斯希望美国参战 很多人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 但是美国的利益 应该是要尽一切的可能 来去停止这些战争 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 但是 他们没有这么做 他们反而是刺激战争 希望开战 而且叫说主流媒体 要更多的人 更情绪化的去看每一件事情 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 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把注意力 放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国家 就会变得越来越凄惨 我们很快就会有跟欧洲一样 有类似这个国内暴动 因为我们完全敞开的边境 这完全是我们自找的 那我们先用我们之前的经历 来探索现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hindsight bias 事后聪明的偏差 或是事后诸葛亮的态度 会导致灾难跟恐怖攻击 在911恐怖攻击之前 我们是很松散的 我们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去挟持飞机 怎么会有人这么坏 对不对 这身经病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有人开着飞机 去撞大厦来促成恐怖攻击呢 至少过去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吧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边假设 会有恐怖分子挟持民运的航班 来撞大楼的话 基本上是起人忧天 根本没有发生过 所以就不可能发生 甚至在911恐怖攻击之前的几个月 飞行员是反对 把飞机上的这个驾驶舱锁起来的 而且反对加强驾驶舱 这个用防破的这个门 来去用他们的驾驶舱 上飞机的时候 安检不需要拖鞋 安检不需要身份证 只要登机证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无知 以及对于安全不在乎而导致的 然后呢 当恐怖分子真的开着四台飞机 两架撞上了双子星大楼 一架撞到了白宫门口 一架撞到了五角大厦之后 我们才知道 真的有人会想要把民航的飞机 当成是飞弹来使用 而且我们错了 我们有多无知 我们不应该认为说恐怖分子 不会创新 或是他们可能跟我们一样 不会真的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事实就是 他们会利用我们的无知 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弱点 他们会用我们现在系统当中的破口 来攻击我们 那这个应该就是 我们透过911恐怖攻击之后 应该要学习到的东西 但是很明显就是我们什么都没学到 或者是这些记忆 这些历史刻意的被华盛顿忽略 上个月 共和党的众议院开了一场公厅会 调查一个跟ISIS有关系的恐怖分子 是如何把十几名乌兹别克的非法移民 透过美国南方边境偷渡来到美国的国内 现在FBI还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乌兹别克的非法移民 透过这个ISIS的恐怖分子的这个组织来到美国 因为没有任何的记录 跟拜登政府说的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现在字面上 今年有史上以来偷渡人数最高的一年 但是真正偷渡的数字 比有记录的数字还要高非常的多 那民主党这些移民专家是怎么回应的呢 以下是民主党找到的这个专家 在国会跟我们说 你们这些保守派是刻意制造恐慌 刻意制造仇恨 这些非法移民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啊 因为目前还没有非法移民造成的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吧 The title of this hearing is Terrorist Entry Through the Southwest Border When I first heard that was the title my reaction was What Terrorist Entry Through the Southwest Border Zero people have been murdered and attacks committed by terrorists who entered as illegal immigrants Zero people have been murdered injured and attacks committed by terrorists who entered illegally Zero attacks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immigrants who entered illegally 呃 yeah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一个911前的逻辑思维 恐怖组织还没有透过南方边境 运人入境发动大规模的恐怖攻击呀 所以就不可能会有恐怖组织 透过南方边境入境然后发动恐怖攻击呀 你担心会发生恐怖攻击的话 是在吓人 是在骗选票 起人优天 全美国的民主党 都支持这个观点 这个如果听起来很复杂的话 我来给大家一个比喻 他们在说的就是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应该要把大门敞开 因为你家还没有被抢过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锁门 想要关门的话 你就是骑人忧天 这个就是当我们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听到ISIS在人进入美国的时候的反应 就算乌兹别克有恐怖攻击 然后有攻击美国的记录的 你还没有人家 你还没有人家 肯定是 因为这次是 新加坡厌的爆炸弹 最后9月11日 这视频显示 到这一段时间的 被摇得到 6,000磅的坡壁 也在移动 但是民主黨說我們不要擔心這些 因為這些烏茲別克來的恐怖分子 不是從南方邊境進入的 之前的恐怖分子 都是坐飛機合法的過來的 所以說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南方的邊境會有恐怖分子進來 聽起來好像很蠢 聽起來真的就是很蠢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的國家的運作模式 然後共和黨的人 也不希望你在乎 他們希望你在乎的是烏克蘭 跟中東以色列在發生的事情 簡單的說 目前忽略邊境安全 是兩黨共識 會造成美國人的人身安全被威脅 而且已經有美國人開始被殺死了 不是恐怖分子 就是幫派分子的暴力攻擊 就連CNN都在報導說 邊境問題是非常大的恐怖攻擊的破口 報導上面寫 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 或者是拘留任何人 這個ISIS把人運進來的事情 還是造成了警報 報告馬上極箭輾轉交給了總統 Joe Biden在他的辦公室 早晨的這個報告上面 對於一些反恐的官員來說 美國目前發生恐怖攻擊的可能性很高 恐怖分子混在非法移民當中 以政治庇護的方式 來透過南方邊境 進入美國的可能性也極高 拜登政府看待這件事情 不只是忽略這個報告 甚至是在幫助這樣的恐怖分子 進入美國 助長這個樣子的行為 911的恐怖攻擊之後 美國有一個政策叫做 Special Interest Alien 特殊外籍人士 這些人是屬於特別的國家 就是絕大多數都是恐怖主義 他們的人民是有可能發動恐怖攻擊的國家 例如烏茲別克、黎巴嫩、敘利亞這樣的國家 埃及這樣的國家 這個法案的目的 是要跟美國的大眾更透明化 說誰來到了我們的國家 還有這些人是來自哪裡 但是從2021年開始 拜登政府封鎖這些資料 因為他不想要我們知道 他認為說 只會造成歧視 Islamic Phobic 以下的影片 是美國的移民局的一個官員 說拜登政府 刻意封鎖這些 特殊外籍人士的資訊 刻意不讓美國的大眾知道 如果我們遇到外籍人士 我們只能知道 他是外籍人士 沒辦法調查出來 他是從哪個國家來的 特別是伊斯蘭教的國家 換句話說 他們不想讓美國人知道 到底 ISIS帶了多少人進來 但是 還是有些數字流出來了 這位移民局的人 說的是 我們的邊境 人爆多到 我們一個 特殊外籍人士都找不到 我們要期待 75,000 came in just the last nine months. DHS cannot possibly vet or even interview a fraction of these numbers, raising the terrorism risk. And whereas about 20 aliens on the terror watch list were caught at the southwest border in prior years, since this crisis began in 2021 through the end of July, Border Patrol apprehended an almost implausibly large number of them, 258 as of now. Those watch list of 258 are just the ones Border Patrol managed to catch. Border Patrol failed to apprehend a record breaking 1.8 million migrants who slipped into the interior. 这个数字听起来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啊, 2022年10月开始一直到2023年8月之间 有75,000的特殊外籍人士有边境记录. 这次的边境危机发生之前, 特殊外籍人士的这个人数只有3000人, 而且这个数字是有接触到的特殊外籍人士, 很明显真正的数字一定比75,000人大很多, 大多少我们不知道, 而且这个数字只是 是美国政府认为那些比较有可能有恐怖分子的国家而已。 我们接纳了各式各样第三世界的国家, 外加上删除警察经费, 各式各样的政策导致全国不只是民主党的州犯罪率全部都暴涨, 我们接纳的并不是就是那种一家人来美国寻求庇护, 而是一大堆年轻的男性跟这个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这个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感情, 没有任何的情感, 对于美国的文化跟价值观没有任何的了解, 甚至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极度失败, 连我们当地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文化跟价值观都没有任何的了解了, 以下是最近出现的美墨边境的影片, 这些非法移民来自海地, 在难民区等待的时候, 推倒了当地的围墙。 所以就请各位看一下刚刚那个影片, 当民主党说到非法移民, 追梦者, Dreamers的时候, 他们要你的脑子里的画面是, 一个妈妈带着小孩逃离赤贫跟压迫, 大量的基督徒的家庭, 试图要找到自由, 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 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女神上的一首打游诗, Give me your tired, Give me your poor, Your huddle, Masses, Yarning to breathe free, 给我你的疲惫, 贫穷, 你大量想要呼吸自由的人民, 看了之后, 然后说, 没有错, 法律不重要, 上面写这个打游诗, 才是我们美国的移民政策, 就算他们认为这个打游诗, 应该是执行方向, 但是, 刚刚看到这个画面, 是一堆男的, OK, Military age male, 是属于从军年龄的男子, 那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这些国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助这个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需要经济建设的话, 如果需要经济起飞的话, 会非常需要这些年龄的男人, 这些人可以试图改变, 改善他们的国家, 建设他们的国家, 在属于他们的国家, 建设属于自己的人生, 但是, 这些男人离开了, 是会伤害他们原本的国家的, 而且, 现在来到美国, 是会伤害到美国的, 因为, 他们一堆人会来这个地方, 领政府的救济金, 来这边觉得美国欠他们, 来这边申请白卡, 这就是民主党的政策推行, 就是全民健保, 就算非法移民, 也可以使用之后的后果, 这就是美国总统在全国面前, 说他上台的目的, 就是要打击白人, 然后诬赖警察, 还有边境管理的那些警察, 拿个马绳, 然后就拍照, 说他拿鞭子打黑人, 然后所有的警察都种族歧视, 美国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在乎其他国家的边境, 多过于我们在乎我们自己国家的边境, 我们可以看到, 恐怖分子的袭击, 以色列跟加沙走廊, 有最严密的监控系统, 但是还是被恐怖攻击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 我们美国的边境, 敞开的边境, 恐怖分子不大大方的走进来, 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认为,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ISIS的人, 这些恐怖分子进入到美国了, 我们现在可以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真的把南方的边境关起来, 而且大量的遣返非法移民, 或者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 等着911, 或者比911更庞大的恐怖攻击发生, 在我们的城市里, 这个不是预言, 或是阴谋论, 但是我几乎可以保证, 一定会有恐怖攻击发生, 然后, 这些左派会在假装, 好像学到了什么教训一样, 然后我们美国公民, 我们这些美国政府, 发誓要保护的一群人, 会死, 会被恐怖组织袭击, 这一切都只是政治而已, 你的家庭死亡或是怎样, 都只是政治而已,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事情, OK, 一位天主教修女,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这事情发生在法国, 几乎变成我最近看新闻, 看得最开心的一个影片了, 这位修女来自法国, 在一个正在建教堂的工地上面, 是要建教会的, 然后一群无神论者, 或是苹果的跟那个苹果的Tim Cook一样, 敬拜大自然, 然后自称是环保主义那种大左派, 就出现了, 试图要摧毁这个天主教教堂, 这个建堂的地方, 然后这个修女做了什么事呢? OK, 她应该要跟耶稣说的一样, 左右脸都给她打吗? 他们如果要拆毁一个建堂的教会的话, 那我们也把另外一个教会烧了吧? 或者是只要祷告就好, 一切交托神, 我很确定这个修女有祷告, 因为天主教的修女, 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祷告的,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例如,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是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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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did you see that? Let's go sister This is girl power 然後另外一個男的過去 還是摧毀了一些工地用的水管那些東西的 或許這是一個很殘酷的層面 一個基督徒奮戰 然後真的是四面受敵 不過法國的建築用的材料也太爛了吧 怎麼踩一踩就碎掉了 不過我想要講的就是 這位修女 我在這邊給她一個讚 教會太被動了 太和平主義了 太懶散了 至少這是我當了基督徒這幾年得到的結論 有的時候我們要跟耶穌一樣 該翻桌的時候就翻桌 該搶人的時候就搶人 基督徒太愛說什麼 說話態度要怎樣 別人比較容易接受 然後說什麼你看耶穌跟那個妓女 也是跟那個妓女要水喝啊對不對 你看耶穌也是先鼓勵那個年輕人 才叫他變賣家產的啊 說真的 誰會因為你跟某個人說兩句話 然後你們兩個就開始麻吉麻吉了 耶穌跟法利賽人說的是 你這個假冒偽善的人 You hypocrite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只當溫馴的羊 有的時候優大的獅子要出來才可以 常常我們會說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常常有人誤解這一段話 甚至我上次聽到一個天主教的朋友 跟我解釋了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他們不是這個樣子認為的 就是我們可以獲得我們的救贖 我們可以透過行善來獲得拯救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天主教也沒有這個樣子想 神的救贖 神的恩典 就是這麼的公平 特殊降臨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可以選擇順服 跟神合作來做最真實的自己 或者是我們可以永遠我行我素 永遠當一個受害者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生命是屬於神的時候 當我們的信仰是活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看起來會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們會做出來的行動也會不一樣 例如做一個沒什麼人看的頻道 然後目標是要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或者是推導一個想要阻止你的教會 建堂的這個環保暴徒 那這幾十秒短片會在網路上爆紅 還有對我的影響會這麼大的原因 我這麼想要討論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這讓我想到女權主義 在我們的時代當中 女權主義的架構當中 女人好像看起來很有權力 但是事實上就是 女人在女權主義的社會當中 完全沒有任何的權利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女強人的CEO 很獨立很自主 然後呢很多什麼女人拍A片 放在網路上給男人看 付費觀看 說什麼青春不留白 然後還有女的說什麼 我想要做偉大的事情 我想要改變人對於色情的觀點 我想要呈現最原始的美 又可以賺錢何樂而不為呢 我的身體是屬於我的 我用我的天賦來賺錢 這不是也很好嗎 我又不偷我又不搶 但是其實這些女人 也都只是被其他男人利用而已 而且用完之後就丟棄而已 女人被利用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多 環保主義的那些女的 把自己黏在地上 然後去博物館 對著名畫上面潑番茄汁 只是為了要被鏡頭拍下來 然後就被丟出去了 哈馬斯的女人 夠有權力了吧 對不對 擋在飛彈前面 為了盛戰阻擋以色列的空襲 炸成灰了之後被拍下來 丟到旁邊 現在我回想一下 其實在我媽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一個運動 那個時候台灣經濟起飛 需要大量的工人 那個時候就開始鼓勵女人 不要上學 不要成家 你可以到工廠當女工 你不需要結婚 你不需要生孩子 你可以獨立 你可以不需要男人 我們的媒體 還有這個社會 在這邊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女人 好有勇氣啊 女強人 但是其實那些女人 活得都很痛苦 每天不斷地要騙自己 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我不需要男人 這邊是來自 Hotpost的統計 1975年開始 女人的快樂程度 每年都在往下跌 不只是這個樣子 男人快樂指數也在往下跌 然後那些什麼LGBTQ 那東西越來越多 越來越起來的時候 年輕人不快樂指數 就越來越高 自殺率也越來越高 但反觀 女權主義開始盛行之前 原本男人有男人的樣子 女人有女人的樣子的時候 女人好像是在服侍男人 為男人在家裡做飯 在家裡打掃 帶孩子 好像女人只是一個助手的角色 但是實際上 女人的能力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有機會 跟天主教的修女講到話的話 我之前有一次 在一個支持生命的機會上面 遇到了一個 那些女的 那些修女 比誰都還要能講 比誰都還要堅強 比誰都還要堅持真理 我小時候 在眷村長大的 裡面絕大多數 都是那種阿嬤級的人物 OK 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 他們比誰都還要兇悍 老一輩的那種 在家掌權的女人 比誰都還要會玩權力遊戲 通常這個婆媳不合 就是這個樣子來的 但是不一樣的是 天主教這些修女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伸張神的正義 神的公義 做神的事工 跟基督教在教會掌權的女人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可以說 在教會裡面掌權的女人 最終都好像變成那種 權力遊戲那種感覺 一堆女的圍著牧師勾心鬥角的感覺 這只是我覺得而已啦 我也沒有跟那些修女 有長時間的接觸 所以說我也不確定 總之他們就是一群不妥協 很強大 而且會跟敵人拼了的感覺 總之媽媽很厲害 全職的主婦是非常強大的 搖搖籃的手是可以掌控世界的手 這句話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真正讓女人可以得到自由 做自己得到完整的方式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活出我們自己的命定 而且我們的人生當中的角色 是符合我們的天性的跟事實的 我們就會變得更成功 我們就會活得更豐盛 如果我們欺騙女人 我們跟女人說 你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權力的方式 就是變得跟男人一樣 在事業上面打拼 在情場上可以濫性 在那邊抽煙喝酒 跟男人一樣 還有現在就是整形變性 把自己變得真的跟男人一樣 在外面的話 這樣的做法是違背自己天性的 是違背事實的 然後這個女人就永遠都得不到快樂 因為違背了事實 當我們不承認事實的時候 當我們執意抵抗事實的時候 我們就會被事實打得鼻青臉中 我們可以把自己打扮 假裝偽裝成一個不是自己的人 可以再學一個自己幻想出來的自己 但是永遠不能做真實的自己 所以這樣子的人 就永遠都得不到快樂 唯一解決的方式 就是接受神的恩典 跟神給我們的方向 跟著命定走 而且就跟剛剛看到那個修女一樣 活出一個沒有畏懼 沒有懼怕的人生 向著標杆直跑 推倒 阻擋劍堂的神經病 說真的 這個修女沒有犯罪 因為那塊地是屬於教堂的 那些在那邊 吶喊的那些環保主義人士 是非法入侵的 在美國的話 我們可以做更多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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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